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特别配当一个老师 我连个人都不可以做 你绝对不可以把艺术 当作你风流的地友 学校它依然不愿意光是这个事 高校对于性骚扰行为所做出的触犯 应该想更对如是 在这个时代 有些人面对黑暗的方式是习惯黑暗 而另一些人则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去打破黑暗 性骚扰受害者小杨选择站出来 面对埋藏在心底最深的痛 要回那份属于他们的道歉 考上央美 意味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里是艺术学子心中 最神圣美好的殿堂 但和世间的其他地方一样 都会有看不到的阴暗角落 2019年6月 小杨实名举报导师姚猛性骚扰 七个月后 我们仍未在网络上看到公开结果 你第一次见到你的老师是什么时候 是我们刚上大二的时候 刚上大二分工作室 然后我选了花鸟 就会所有选花鸟的人都安排在聊生系工作室 一开始接触他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开始接触他觉得他有点凶 很严厉的老师是吧 对 就觉得对学术上的要求还挺高的 嗯 后来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第一次的肢体接触就是在我上大三 大三过完寒假以后 是过完寒假以后 他给我布置了寒假作业 然后我要单独去他工作室 交寒假作业的时候发生了 就是他让你单独去他的工作室交作业 对 对所有女生都是这样的要求吗 基本上都是单独去 然后发生了什么 就是他他跟我说你寒假吃胖了 在家你妈妈做了很多好吃的 然后就说那你过来让我抱抱 我看看能不能抱着动你 然后其实我当时心里挺觉得挺奇怪的 我当时觉得因为他是一个他 他挺挺壮的一个人挺高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因为我比较瘦小 我就觉得这是肯定的一个事情 没有必要去抱 但是我们一般都不是很敢违抗他的命令 然后他就 他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 就是两只手 马上让着抱一下 拖着屁股抱起来那种 是特意拖着屁股 对特意拖着屁股 然后拖着屁股的时候 就很明显地能感觉到他的手 在你的屁股那里有摸的动作 你那会儿是什么感觉 很害怕 就是你第一次被他身体接触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性骚扰 对没有这个意识 就只是觉得很害怕 你反抗了吗 很快就走了 你主动很快走掉的 对 我说老师我先走了 第一次 小杨没有说什么 落荒而逃 这种事情 我们知道一旦有了一之后 可能就会有一而再再而三 后面还发生了什么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 很快就有了第二次 因为我们那一年一般下学期 都会安排一个写生 春季写生 然后他作为我们班主任 就是他带领我们去写生 然后写生的时候是在福建漳州 然后当就是每次下乡 都会有一些饭局什么的 他是福建人是吧 对 他是福建人 然后就是当地的一些官员 就会请他吃饭 然后他就会把我们所有学生 都带着去陪酒 然后陪酒的时候就 就会被要求喝很多很多酒 他怎么要求的 就是说 你们喝了我的酒 才能考上我的研究生啊 就是说你们不喝酒 我都不给我面死 通通滚远一点 然后你们怎么做 喝啊 那次酒桌上 就是大家就是轮着敬酒 然后我是被要求喝了 那个高脚杯 就是满满一高脚杯 就大家喝高脚杯 就喝个底儿嘛 但是那个时候 灌得满满的 而且要求你一口喝完 你喝完之后什么感觉 后来我就去吐了 吐了以后 然后我就抱着我们班 一个女生就哭 然后后来我们就上车了 准备要回去 然后我就特意挑了一个 很角落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上了车以后 很快我 很快游泳戏就 一下就蹦一下 坐在我旁边 坐在我右边 然后后来就在回去的车上 就他刚一坐在我旁边 我就觉得会有事情发生 然后他确实就是 他就借口说 我摸摸你心跳得快不快 然后他刷一下 他就手就摸过来 就摸我胸口 然后那一次 他摸我胸口摸了两次 摸了两回 然后第二回摸我胸口的时候 他就什么话也没说 他就直接就伸手就过来 摸了我胸口 你反抗了吗 你推开他了吗 没有 当时没有力气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 只有忍受 没有想过要反抗 你周围有人吗 有 就是觉得如果我反抗了的话 那周围的人也会知道 不想让这么多人知道 对 那个时候还是想 我忍气吞声 忍了这口气 对 那个时候就是想忍 第二次 小杨依旧没有说什么 忍气吞声 你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 他是性骚扰了吧 对 我这个时候意识到 他有这方面不检点的行为 那你后来再去见他 或者说他还有单独要求你去见过他吗 有 那你这个时候应该是有所防备 那个时候也是到了夏天了 然后我就 我就穿得很厚 就虽然是夏天了 我还是穿着长袖长裤 而且穿着牛仔裤 就是很厚的那种 但是你的穿着并不能改变 一个人的恶意 他继续对你动手动脚 对 就是我再次去教作业给他看的时候 他就拍了我屁股两下 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 就 我们同班一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女生 他就 有一次就我们两个人在学校里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老师有没有拍过你屁股 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 这个事情并不是只在我自己身上发生 你有去跟别人倾诉过吗 当时没有 就是这三次发生了事情之后 都没有跟别人倾诉过 没有跟别人说过 和家里说过吗 没有 谁也没敢说 谁也没说过 因为这个事情你 这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事情 你很难碰到一个人就说 老师摸着我胸 老师摸着我屁股 这也很奇怪 跟我一起 又是一个 就是男同学 他原来的女同学是姚俊熙的学生 然后他说有一次 那天晚上的时候 大概都要十一二点了 然后姚俊熙给她 给那个女生打电话 让她去工作室看画 然后那个女生就不太愿意 不是很想去 然后他说 每次看画的时候 老师就会有点动水动脚的 所以他就不太高兴 然后后面之前还有说过 如果你想靠我的研究生 你就不要找男朋友 考专业课的前一天 他突然跟我说 让我赶紧去他家里一趟 以前都是在他的工作室 后来当时他说 让我去他家里 他说他有急事 然后当时应该是晚上七八点钟吧 他一开始确实是在给我讲课 讲这个考试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项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 比如说会把手伸到我的裙子里面 掐我的屁股呀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 故意用手蹭你的胸部 很多次吧 至少有六七次了 我每次去他工作室 因为他让我给他看作业 所以我去他 后来是工作室的时候 他会以这种各种借口 对我进行这个委屈 比如说他会说我后背很疼 你给我按摩一下肩膀 我肯定会从后面给他按摩肩膀 然后他就会突然把我的手向下拉 然后我的胸部会贴在他的后脑手上 然后他就会很猥琐地笑 第三次 小杨听到了更多同学的遭遇 他无人诉说 陷入了抑郁 他画了一幅枯萎的郁金香 表达在黑暗中 承受痛苦的女性 是脆弱而敏感的 像花儿一样会凋谢和死亡 而另一边 姚某则和其他同学说 她是因为失恋 才患上抑郁症 但是 小杨那时并没有再谈恋爱 这样的谎话在校园性骚扰案件当中 并不显见 贤子曾和多位MeToo案件的当事人 有过交流 性骚扰在校园里面发生的时候 它很少是一个完全突然发生的事 它更多的时候 可能更像是这个老师给学生 设下了一个陷阱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逃脱不了的就是 他对你人格的贬低以及控制 然后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你不敢去说这个事 然后这个伴随着就是 他为了让你闭嘴 可能会更加强烈地去践踏你的人格 然后去折磨你 因为除了骚扰他之外 就是还会扣他们学生的话呀 包括在言语上面去贬低他呀什么的 其实这个有长期以来 是肯定会对学生造成心理问题的 这是姚顺希她的私人工作室 你们平时会来干什么 她会在一个课程结束以后 她会要我们把作业交到这里来 我上一次来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 跟另外两个女生一起来 已经不敢在自己来了是吗 完全不敢自己来 之前的性骚扰就是在这发生的吗 对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在这里发生过两次 其他的同学也有在这里发生过的 其他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发生过的 你们有很多画 很多作品都是在她的工作室里是吧 对就是交到这里来 然后就再也拿不回去了 后来学校来她的这个工作室看过吗 后来学校来这边 就是她的这个工作室 从这里搜出了上百张学生作品 都是她私自扣留 我们没在工作室找到姚某 她也并不打算对媒体回应什么 学生们说作为共产党员的她 曾经在这里供奉佛像 我们只能看到她门上的对联 写着一句佛教用语 意思是无牵无挂远离烦恼 她远离了烦恼 而被她性骚扰过的女生们 又要如何自我救赎呢 有一点我不知道理解 就是当你经受过这么多次 她对你的这个性骚扰 或者说肢体接触之后 你为什么在考研的时候 仍然选择她当你的导师呢 其实我们考研的选择比较少 因为我们本身就已经在中央美术学院了 你要再考更高的学校也很少 那平级的艺术研究院的话 那你也没有认识的老师啊 然后我们在我们本校 你要考本校的研 那你就只能考杨顺系的 杨没有这么多老师 为什么只能考她的研 如果我们考别的老师的研的话 我觉得我根本就逼不了研 这话怎么说 她跟所有其他的老师 都是敌对的一个状态 就是她会逼着你去站队 而且我大二大三大四都是她带的 她就是铁定了你必须得考过的研究生 如果说我们考了别的老师的研究生的话 那以后日子就太不好过了 因为她还在美院嘛 那以后你的 你如果考了别的老师的研究生 那你毕业创作 你的研究生毕业答辩 你的毕业论文 她都是会给你穿小鞋的 她只要还有权力在 她就会想着办法弄你 我们从大二一直到大四 基本上所有的课程 哪怕是安排了其他老师的课程 她都会抢过来上 她不让别的老师上 她不给你接触别的老师的机会 所有的课程 除非是特别硬心要求的 让别的老师上那么一两次吧 但是很快也就都是在她手里了 相当于你们大学三年 只接受了这么一个专业课老师 基本上是 完全上都是 我们就被当作是她的私有财产 学校是允许的吗这样 已经发生了 如果不允许的话 它也不会发生了 如果你不按照她的意愿的话 她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吗 出处会心 她会不给你成绩 一般没有成绩 学生处应该是会通知学生去补考吧 没有补考 我们学校没有补考这一说 你只有跟你的专业课老师 你继续提交作业 然后合格了 然后你才会有作业 你才会有分数 有可能带着这个没有分数的课程 毕业吗 不可能的 你如果没有分数的话 你就没办法毕业 所以你到头来还是得去找她 对 你们的成绩就只掌握在她一个人的手里 对 你不给她这些东西 她就说你没有成绩 别人问起来的时候 她就会说 她画得不好 我凭什么给她成绩 没有其他申诉的通道 没有 千千律师事务所 前身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免费代理过 及千件妇女及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案件 他们到高校的这个新少老师 有个很特殊的东西在里面 那就是他的权力控制性 他的心理控制性 他的这种精神强制性 这是区别于成统意义上的新少老师 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私生的存在关系 或者说 领教室这种特殊的职权便利 以什么毕业论文答备 你是不是能通过 你的学业论文能不能结业 对吧 然后你看我的研究生 我能不能把你通过 对吧 然后你有一个好的机会 我能不能够推荐你去就业 推荐你去出国深造 等等 以这样的一些 跟学业有关系的 这样的一些理由 来死的被害人 对吧 他不敢反抗 不能反抗 不知反抗 才达到这个行为的 实施性骚扰 甚至严重的性侵害这个魔力 入了他师门之后的日子 好过吗 不好过 很不好过 他会让学生上贡 就是收礼 就是他会收礼 你不给他送礼的话 那你的处境就 很艰难 他会要求你给他送东西 他会要求你给他送一些当地的特产 然后一些酒 一些礼品 他怎么说的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 我说你给我送一个什么酒 是这样吗 不会 那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的方式非常委婉 他会说 听说你们家那里颤什么 那个东西特别好 然后就说你什么时候带一点回来 给我们大家尝一尝 当你真的带来了 他不会拒绝 他会说 哎呀这个东西很好啊 然后就很开心地就收下了 然后每一年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 他就会说 上次你给我送的那个什么什么 很好 他会记得 他会记得 然后他会提醒你 你给他送过什么 我给他送过大闸蟹 价值多少 两千 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还送过茅台酒 茅台酒 前前后后一共送过六瓶 那得一万多块钱了吧 他都这样很开心地收下了 他都很开心地收下了 我们有一个学姐考他研究生考了三年 前两年都没有考上 最后一年是别的人跟他说 你要给老师送点什么 然后他送了以后 然后那一年他终于考上了 考上了以后 杨老师就拍着他的头说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你现在才能考上了吧 真的是很艰难 我们在他门下 这么多年 都是一个担惊受怕的 然后还要被逼着 物质上那些压榨 还有一些身体上的侮辱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他可以这么从容淡定地 几十年如一日地 去做这些事情 很多年以前是十几年 二十多年之前 那一年是他跟他的一个女学生 发生了关系 然后呢发生关系之后 这个女学生闹到了学校来 那个时候姚顺希的 跟那个女生说的是 要谈恋爱 然后这个女生呢 就来学校就发现情况不对 然后就来学校要闹 当时这个事情闹得还挺大的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的结果 我听学长学姐们说 是那个女生被开除 然后姚顺希呢 停职了一年 停职一年以后 继续作威作福 然后对于他来说 他可能觉得他不害怕 觉得你看我就算犯了 这么大的事 也没伤到我 中国大地区 当前国家财民的立法 关于性骚扰 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 一个界定的 据我所知 现在可能只有四个 国家层面的法律反规 或者说司法级是要好 多多少少 直接提到了性骚扰这个字眼 所以我认为 我国当前的这个法律 对于性骚扰的 这个概念的界定 应该是非常不清楚的 不仅仅说是不清楚 压根人秋是没有 对他本身做一个界定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 比如说这个法律 它没有界定 什么叫做性骚扰 性骚扰有哪些种类 性骚扰的举证责任 分配应该怎么进行分配 以及对于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性骚扰到何种程度 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这东西都是界定不清楚的 如果你界定不清楚的话 那很明显在司法时间当中 必定会导致一个结果 那就是同样不同派 立法层面的缺失 毕竟会导致司法 执法过程当中的四男 过于性骚扰案件 办理的四男的存在 他的取证男 他的立案男 他的胜诉男 遇到了赔偿男的问题 和小杨一起站出来的 十名举报人 共九人 联名人四十二位 还有多名学生家长 我真的是很难想象 有这么多人 一起联名愿意去 做这件事情 他真的就是 很难描述了一件 非常非常恶劣的 这么一个老师 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你选择站出来呢 因为当时我们一个学姐 在毕业前夕 就是我们举报之前的 那一段时间 我们看见她在教室哭 然后问她怎么了 问她为什么 她就说 姚老师捏了她的胸 就在毕业前的时候 杨顺希已经可以 肆无忌惮到这种程度 我们也作为她的学生 以后我们也会面临这样 也会面临毕业 也会面临把毕业创作给她看 那她单独私自 接触我们的机会就更多了 所以决定站出来 后来学校是怎么给你们回复的 我们六月十号左右 跟学校寄出了这个信 然后学校当时是纪委 到了纪委部门去处理 然后在纪委部门呢 老师就是说 这个事情我们不会姑息 我们一定会严查到底 后来很快 姚顺希就知道了有人举报她 很快就知道有人举报她以后 当时我在纪委办公室 正在跟纪委老师做这些 陈述的时候 姚顺希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当时我让纪委办公室的老师 帮我录的音 因为我在打电话嘛 然后老师打电话给我说 听说你要举报我 然后我说 我说没有啊老师 怎么怎么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被人利用了 就说你千万不要 做这种抹黑自己老师的事情 你看我是你们老师 我现在是一些比较小的展览的评委 你看那个你们谁 那个师兄 今年参加的一个展览 我是评委 我就帮忙让他进了 他说 那以后我等我当上了全国美展的评委 我的权力更大了 我肯定是会帮着自己学生的呀 他说你不要糊涂 和小杨一起站出来的另一位女生 很快也接到了电话 你把自己老师抹黑了 你就关签了 而且 而且我那我就说一句很简单 你说你 你本科二三年级的时候 是 你现在拿出来说 那我说他争取真的 就是一种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后来学校给了你们什么样的回复 后来学校我们把他威胁我们 然后 这些事情都告诉学校 然后学校就 立即就开会 就停止了他一切的教学活动 然后也禁止他跟我们学生联系 禁止他跟我们学生联系 那个时候正值毕业季 他还去学校拍毕业照 学生的毕业典礼 他依然出席 然后当场也没有任何人去制止他 实际上是一个空头的口令了 相当于 对 学校一开始有给你们一些保证吗 学校给我们的保证 就是说一定会 严肃处理这个事情 一定会去调查 然后说对于性骚扰的事情 也会一个一个的问 也会一个一个的去调查 然后后来就在8月29号 学校又跟我们一起开了一次会 就是说 他已经撤销了硕博导师的资格 他没有办法再带你们了 他现在也是停职了 我们根据已经查实的事情 就是扣画呀 收受学生礼品呀 这两项是 已经查得扎扎实实了 学校说我们先给他放在这 另外没有查实的 我们还会继续查 也就是性骚扰的这个部分 对 就是性骚扰的这个部分 然后说 跟我们说一定会查的 然后我们举报人 我们要求见院长 学校有其他的领导也跟我们说 范院长一定会见你们的 当时给我们做出了种种保证 当时我们还问了学校 问校方说 现在的这个处理决定 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学校说是永久的 永久啊 学校说肯定是永久的 那现在已经过去了 将近七个月的时间了 对 学校最后给出的是 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学校最后给出的结果 依然是取消硕博导师的资格 然后停止教学工作 取消评奖评优 然后之前申报的 他的一些什么项目 也都停止 然后我们继续追问学校 问他 那这个时效性呢 学校拒绝回答 学校说你们自己去教育部查 教育部有这么一个规定啊 你们自己去查 您刚才还说撤销 他这个什么 取消他的研究证 导师资格是吧 这个期限是多久 是永久的吗 期限这个教育部规定 想是有的 那您告诉我 期限是多久 对 您是专业的呀 我们就是来听结果的 我现在不能给教育部打电话 对 这个期限教育部 是怎么规定的 您应该很清楚 麻烦您告诉我们 你们去找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 我们来听结果啊 现在让我们自己去找 是吗 我们来听结果 是 从各个地方跑过来 您让我们自己去查 你们查到了吗 学校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很模糊 很模糊 然后我们问 这么一个东西 你不公示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求公示 我们要求向大众宣布 这么一个处理结果 然后当时学校的回应是 没有这么一个规定 说我们一定要公示 所以校方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公示出来 其实我们学生的内心 也是很不安的 当时校方在跟我们宣读那个 宣读那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看 校方拒绝 高校是否有义务 向公众公示调查结果 我觉得这个是自然的 我作为性骚扰的被害人来说 我遭到了来自高校某个老师 某个教授的这个性骚扰行为 跟我的身体和心理造成的 严重的这种穿伤 你们高校根据我的这样一个指控 你们去进行调查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认为他违反了私奉私德也好 违反了党纪校纪处分也好 或者说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好 对他做出一个处分 这个处分意见 第一 我有执行权 对吧 我作为被害人来说 你是不是对他进行处分 我有一个充分的执行权 第二个 你高校做出这个处分以后 对吧 在你的官方网站现在也好 或者说通过其他的一些媒体来发布也好 体现得出 体现的是你高校对于所有的校园性骚扰行为的一个态度 那就是严重论的态度 这个跟教育部一直在倡导失分失德的这个教育 包括所谓的实行这种一票否决制 或者说对这种性骚扰行为 性侵害行为 实施灵灵灵 这样的一个上级精神 我觉得也是相匹配的 至少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文权公开的 第三个我觉得因素就是说 你高校这个态度 其实也是在向社会表明 我们高校对这个行为的不耐灵灵性 以及我们高校对于这种潜在的司法人 对他本身来说也是一个震慑 以及我对于在我学校里面所发生的 我的学生 我的老师遭受性骚扰以后 对吧 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对吧 帮他们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然后发出对于骚扰者 以及潜在骚扰者 这个一个理论里的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 所以高校对于性骚扰行为所做出的处分 应该向公众公司 尤其应该向被害人公司 当时其实另外两个校领导说 他们并不知情性骚扰的情况 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情况 然后我们当场就放了一个受害人的一个字数 已经毕业的一个学姐 就把这个录音放给他们听 然后另外两个校领导就说 哎呀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会跟学校报告的 我们一定会向上面报告 一定会好好调查 但其实你们之前都已经去做过陈述和笔录了是吧 对 然后校方的给出的解释是 保护我们女生的隐私 所以没有对外讲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不说当事人 但是他涉及的这么一个罪名 你应该是要向学校报告的 对吧 一直对他的这个部分是 很隐晦 逼而不谈的相当于 真的是逼而不谈 现在学校的态度就是 希望这个事能够风平浪静地过去 对 学校就是说 我们也已经给你们换了导师了 他也已经不再教你们了 学校一直就是说他快退休了 退休还可以反聘啊 对吧 只要他的教授支撑在 他还可以反聘啊 那你如何保证 这个时效一过 他后面的行为呢 而且这个时效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从me too到目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就是还没有任何一个学校 在他明确的公式里面 有提到性骚扰三个字 就是哪怕教育部已经反复地提出性骚扰 跟士德把它联系在一起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高校 包括我们觉得处理的不错的上才 其实他也没有在对钱丰盛的公开的一个公式上面 有明确地提到性骚扰这三个字 可能是跟我们高校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理念还是有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家传不靠外眼的一件事情 说出来总是不是一件棺材的事情 甚至会不会因此影响到我们高校某些领导他的这个近身 例如他这个仕途或者说对我们高校将来的这种招生 以及经济方面的利益会有一些影响呢 他会不会也属于所谓的高校平优 对吧 一票费我觉得这一部分呢 基于这样的一些主观的方面的 或者客观方面的这样一些因素考虑 可能他们不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更加明确的 这么一个细化性的这么一个共识 施海峰是否需要向受害人道歉 性骚扰行为它要么是一个民事侵权行为 要么是一个这样管理处罚的一个行为 那么作为人生损害赔偿也好 或者是作为人生损害的那个行政案件也好 那么作为一个侵权案件的话 那么现行的法律规定明确规定 被害人要求这种施害人进行公开的培议道歉 是法律赋予被害人合法的一个诉讼权利 也是他的一个正当的诉求 当然应该支持的 这个事情对你心理上的打击是什么样的 是很黑暗的 很黑暗的那么几年 同时也是封闭的 你没有办法向其他人去言说 其他人也没有办法理解你 都会觉得这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觉得都是会觉得你是脆弱的 你不坚强 所以你才会生病 所以你才会得抑郁症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当时对我的伤害很大 因为我们对中央美术学院都是 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考进来 考进来以后也都非常的骄傲 但是你遇到了这样的老师 你之前所有的梦想 你所有的憧憬都破灭了 你曾经相信的东西 你也不再相信我 如果现在让你再去回想你的这位老师 你会用什么句子或者什么词来形容他 我觉得他非常可恨 但是又会觉得他有点可怜 为什么会觉得他可怜呢 他当了一辈子老师 他最终居然不明白 他作为一个老师 他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觉得这是他很可怜的一个地方 身而为人 他居然做了一个畜生做的事情 如果说在你的身边还有这样的 这样的人 不管他是男性还是女性 正在遭受着这样的不幸 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希望对他们说 勇敢地说不 往往做坏事的人 其实心里更脆弱 他是有忌惮的 只要你勇敢地说不 都会有人站在你这边 其实你敢于站出来面对媒体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也在这里非常感谢你 没有关系 我是站出来是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 虽然我们在一个艺术院下 但是我们向这些事情说不 我们最近这几天接待了 好几个来自于全国不同高校所发生的 这个掌握一定资源的这种研究生导师 对他底下的女研究生实施性骚扰 甚至是性侵害案件的投诉 那么跟我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 除了国家财民的立法 确实整个高校里边缺乏性骚扰的防范机制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在一方面在推动这些个案代理的同时 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能不能够跟教育部 相关的行政主管门 甚至是一些高校 一些专家学者 以这些公共性的个案作为一个气点 来推动我们的教育部 来推动相关的这种高校 来建章立志 来防止校园里边的这些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做 不能说发生这么多次以后 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严重 也好不是我们想 不是在社会的那种事件当中 这个东西是可以边缘化的 它是非常严重 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 是需要我们去解决和推动的 我希望对他们说 勇敢地说不 因为做坏事的人 他的心里 往往做坏事的人 其实心里更脆弱 他是有忌惮的 只要你勇敢地说不 都会有人站在你这边 我们看见这个东西 好 我去看看 我到过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